没关系 尼巴山东组织山东高堂 高堂高敏在山东 心地治河道义城 生死极拉极活的 文成九国高梁红 大优势 大优势 高堂啊 我跟王振今年上半年去的时候 差一点过去 因为我们到了辽城 离你们这个老家 也就是大概200里左右 你们老家还出过一个大画家 叫李 不是李克人 李虎禅 李虎禅 对对 那个李虎禅 对 其他的名人就不多了 其他的要再弄的话就是你了 还有王富仁也是高 王富仁 对 老性研究专家 对 也是大毕业的 你想说什么你就随便说吧 你总要说一点 为什么让你压轴呢 就是说你说的好玩 第一次发现墨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啊 问了一下午了我觉得 没办法 我倒都问够了 问了一下午了 结果那个 我一直在 你不 我反正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嗯 我刚才在下面看那个 刚好看到有人发过来的 西川有一个句话 就是 你不要那个什么 怀疑我的复杂性 还是什么 那是这样的 我反正是这样的一句话 挺有意思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还是继续问吧 我问吧 我问吧 是吧 你回过高堂没有 我小时候回过 你现在还想不想回 现在 一直很想回去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回去 对 那你下一次回 我跟你一块回 好的 我们先去高堂再到高蜜 再到高蜜 对 对 你这个高堂 高蜜 我们比你们甜一点 是吧 当然 你们蜜的一堂甜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蜜 不是蜂蜜的蜜 是蜜蜜的蜜 渝华这个老家 实际上是出过一个大名人的 就是 水浒传里面那个 小玄峰柴记 是吧 对 它就是高堂粥的 柴记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爱街角天下的雍蜜好汉 爱街角朋友 是吧 也仗义素材 所以我之前还记得 当年读这个水浒传 这个 财大官人被弄到一个枯顶里面 是吧 然后把这个 李逵掉下去 是吧 对 用一个箩筐把李逵掉下去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财大官人 放到这个箩筐里掉上来 结果把李逵忘了 李逵在下来 他妈在破口大骂是吧 他那个宋宋明哥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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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 我都掉上来 掉上李逵 轮着扳斧 就要看成这样 你们这么混的 说光巴财信 救上来 不要我了 是吧 哈哈哈哈 我十来岁的时候看了 现在还记得 说明我们这个中国古典小说呀 这个人物的这种塑造 这种细节啊 真是松动 短缺 就通过这么样一个细节啊 就把这个李逵 李逵给写的那么活流活现 是吧 而且我们仿佛就能够 感受到这个酷景一样 你什么时候读过的《水河传》 我《水河传》读的比较晚了 是应该是那个在 七五七六年 就是毛主席 让那个 让高级干部都要读《红楼梦》 那个时候就顺便就是那个 四大名著都出版了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读那个《水河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那个时候就是读《红楼梦》读不下去 因为他不打 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喜欢 一种打斗的那种 对 打的那种 那种小说 这个时候 你们家这个老父亲 肯定是没跟你谈过 我们老家实际上是在 梁山的一代 没说过的事 他不会 他那个时候不会说 说他过去那些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代嘛 他还在那个时代 他说的那些都是一些 比较政治正确的话 一直到后来 退休了以后才会说一些 所以我就建议你 还是这个 头控去看一下 对 我是想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 这家那个海岩线嘛 也被你写得差不多了 你再去这个高堂中 我准备写高密了 写高密啊 对 写高密西北乡 我得去写海岩了 哈哈哈哈 我说 那个 我看都没话说了 你看是吧 不是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写费已经警告我了 你们不会说到七点钟吧 现在已经是 五点二十了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应该到哪 小鞋 好像差不多了 到什么时间 还有提问的机会 提问的机会 好好好 好的 那么下面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 问余华赶快问 哈哈哈 孟严可以回答 来来来 好 就这个 就这个小孩 好 各位老师好 很荣幸能得到 这次提问的机会 我叫王洪业 很喜欢孟业老师 然后我想向余华老师 提问的问题是 我想向余华老师 提问的问题是就是 在出版与发表环境下 就是青年写作者 他是 选择 保持一种 写作的锐气 做一枚 能够刺入 现实的汪洋大海的钉子好呢 还是说 选择一种稳妥 或者是平和的方式 争取在当下的文坛 视野中 多露面几次好呢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各位老师 你就按照你现在的写就行了 因为王洪业是我的硕士 对 所以那个 因为我读过他三个短篇小说 第一个短篇小说是 开头写得不错 后面就比较乱了 然后呢 我们开过一个讨论会的 然后那个 完了以后呢 他的那个 修改一稿 修改一稿以后 一下子不一样了 然后再让他修改 我们开完讨论会以后 又修改了第三稿 已经很好了 已经 但是呢 就是题材方面有些敏感 可能就是 目前发表一点 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 第二篇呢 就更难发表 但是其实写的也是很不错的 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第三篇 第三篇也是写那个计划生育的 叫《月光墙壁》写得很好很好 那篇我认为是他 目前为止写的最好的一篇 虽然最后就是 就是那个哥哥 不是那个 对自己的哥哥的那个 因为在计划生育的时候被打掉的 然后那个弟弟老是在 深夜的时候会在月光的墙壁上 看到他的脸来看着他的那样 那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当然目前可能发表起来也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当时给洪业就说 我说你现在还 他是99年的 那么小 我说你现在写作 不要去管能否发表 你不要 在写作支出的时候 不要去考 不要自我审查 因为你觉得哎呀这样写不能发表 那样写不能发表 结果他 所以我在外面我也跟很多人说过 我说王洪一直让我感到很骄傲的一个学生 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那个 那个路书在写 所以我觉得你就按照你现在写 也许今天不能发表的 将来就有可能能发表 是吗 将来肯定可以发表 听到没 谢谢老师 好 还有哪位同学 最后一个问题 跟你 我是十年前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 然后今天过来来听课 然后我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咱们如何处理 您写的 您的文学里面的原型 和现实生活中原型的关系 就是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人 发现您写了那个文学原型是他的话 他会说他会不高兴吗 对 你问谁 那余华老师吧 可以 您二位都可以 谢谢您 就是怎么处理他和现实生活中的关系 对 被人发现了 是写了别人不好的事 怎么办呢 写了别人不好的事 当然不高兴了 是吧 你写别人好当然高兴了 我就讲过我一个自己的故事 就是当时我 《学红高粮》里面不是有一个 特别 特别怕死这个叫王文艺的人吗 是吧 后来是被把耳朵打掉了嘛 当然最后在小说里也牺牲了 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跟我小说里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刚开始我就用的全是真名 我觉得写完了再换 是吧 因为写的过程当中 有真名 真人在那里面 感觉到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顺畅 你好像给这个人画素描一样 当然我不懂美术了 我觉得电影有个术语 后来他就不高兴了 他当然没读小说 他看了电影 他找我父亲也说 我们两家还有老亲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亲起来 几十年前 是吧 你儿子把我写的那样子 怕死 最后还被日本人打死了 怎么回事 我父亲说 回来问问他吧 你先别生气 写的小说是吧 好咯 回来我爹得讯我 赶快去看看这个书 这个表书了 带瓶酒 给他道个歉吧 我回去给他道了个歉 那再后来 那再后来的话 我就确实是注意这个问题了 第一 不要使用真名字 而且也不要什么 使用那种谐音啊 什么让人也能够联想到某人的名字 否则的话人家真是找你的麻烦 尽管就是打官司不一定输 但是还是麻烦 是吧 当然我说要把一个人写成一个好人的话 那就够你必要应该的真名字 是吧 这是我的看法 尼环 谢谢孟洋老师 我觉得可能那个价值观在变化 那个 现在的话像那个小说里边 无论写到一个是 很好的人物也好 还是有很多毛病的人物也好 都会有人来认领的 都会说你写的就是我 你类似自如锤的那样的 我觉得那个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 他们认为只要 但我认为它是这样的 就是文学作品它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 当我们喜欢 那个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的时候 或者喜欢某一个情节某一个细节 某一句台子某一句对话的时候 其实 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喜欢它是感觉到 好像这话就是我说的 这个人物好像就像我 这个情节好像就是我做过的 或者我曾经想做的 类似这样的 所以文学它的 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边 所以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 一种对号录作 好吧 感谢各位老师 感谢各位同学 大家 配合了我们一个下午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